欢迎来到交涉现场 Fasticphoto.hk 这支28400Z 大家都已经碰过了 影片都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如何看 这个价钱是否值得买呢? 我觉得值得买 拿着又够轻又够短 又可以发来发去又没有太大负担 拍着都可以 我自己摸过上手真正试过了 我自己其实我真的很觉得这支镜子 不是Nikon出的 因为无论那个推拉镜的感觉 中间zoom的时候排气的声音 都很不Nikon的 Nikon自己说它并不是暗龙的 不是其他party的牌子帮它做的话 信不信 当然它的价钱也发映到它是一支原作Nikon自己研发的价钱 但是当我自己真是拿这支镜子上手去试的时候 由于它很大程度都是会去到八光圈 如果它的焦距去到比较Teddy的时候 其实它对机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如果你可能用一部入门的 或者可能够一点的Nikon机用它的话 未必发挥到它的特色 但如果你是用Z8的话 我借了给拍着的那些司机 哇!好用啊! 日光日白白白光圈没问题的嘛 这么小只就有400 他们就很开心了 我自己今天就在茶餐厅 去试这支镜头 在室内较到400 即是拍摄天花板上面的食物 或者拍摄我远远的餐牌 我个人的感觉是解像力很足够 而且室内因为我是晚上的 八光圈 其实正常来说 都不太够 但是机身有8级防震 即是我在用ZF 然后机身8级防震 接着ISO调度已经很高了 又没问题 即是你开着A模式 都不用计算 总之按键 那出来的效果 我又觉得很好 即是其实就算是晚上 室内 它一样 虽然是八光圈 但因为你招距够远 那个景深也有回到一段时间 整件事我又觉得 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其实ZF的朋友是必须要考虑的 即是这支镜子 去旅行一流 即是这个我的个人看法 因为28-400 你不用换镜子的 去旅行 搭这个纜车的话 基本上 所有东西 所有题材你都应得到 你这个纜车在里面 拍摄家人 坐在对面也可以 拍摄外面 那只小鸟也可以 拍摄下面 在滑雪的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了 真的 没得输 不过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玩这支镜子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 为什么这支镜子可以这么短呢? 即是它真的不像一支 400mm 那这件事呢 我觉得要拿出来 跟大家讨论一下 作为一个摄影频道 这些基础的知识 没有可能讨论一下 喂 有东西说的东西说的 上次我那支Sigma 500 都是很短的 我也想探索为什么 这件事其实我觉得 在物理上是不合理的 因为从我们小时候 或者我和光学工程师交流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一件事就是 Focal Length Focal Length 这件事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还有是有一个定义的 我们看到现在 Joey Show 出来的几幅图 其实都是说 镜片去到感觉器的距离 那你由第一片镜片 去到感觉器的距离 其实就是说Focal Length 如果你说这支镜片的Focal Length 是400mm的话 其实理论上这支镜 是一定要有400mm那么长 也就是起码要有40cm 你才可以在定义上 认识它是400mm 应该是... Joey 谢谢你 应该是这么长才是 但现在短了三分之一 那我就觉得那件事有点奇怪 可能很多人听不明白 但是我们简单点解释一下 就是一支标准镜 50mm 那其实就是 你看大部分的50mm镜头 其实那个长度 都是5cm 记住它是可以长过5cm 因为可能是焦点去到感觉器 就是说你可以加很多镜片 但是它一定是长过5cm 它焦点去到SIMONS是5cm 那支镜头就可以CAM 5cm Focal Length 那35mm是怎样呢 就是3.5cm 好了 接着如果有人跟你说光圈 它光圈小嘛 所以它短 不关事 光圈是说光圈的直径 和Focal Length的比例 是不关系的 所以这件事 就令到我弄了头了 如果你说它是400mm 然后光圈是8mm 就是说那个比例 你想想 它400mm又是8mm 300mm又是8mm 而它支镜头伸出来 没有多到很多 这个是严重的光学物理问题 我觉得是mission impossible 根本就不可能的 它可能是可视角度 是Equipment 到一支400mm的镜头 但它绝对不是一支400mm的镜头 我知道了 会不会像我们以前常用的 加过2x 变成400mm 对啊 如果你加过2x 我们是否在光圈的入光量要乘移 是的 但是如果它300mm和400mm 同时都是说收到8光圈 这件事我就有些传疑了 但是我相信出来的效果是真的差不多的 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CMONS的科技 或者机身的数据 是可以在我们不知情之下 就调校了 这个我认为是这样 那件事已经是脱离了传统光行 或者我们所认知的科技 Joy 我有没有理解错呢 这件事有没有违反到我们以前读书的一些基本常识呢 让你讲一讲 我也觉得合理 刚才又加上Colin所说 会不会就是内置了那个Teleconverter 就令到它那个光圈是会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呢 我最近在脱离镜子 其实永远那个镜头zoom的时候 那个组件呢 就是说对焦那一部分 和它浮动光圈那一部分 再加上它放大极那一部分 其实我看到我扭大的时候呢 由头到尾 它只是把前组不断向外扩展 而将那个Image Circle 呢 是越向前移 来令到它好像Crop了上那样 zoom完了 就变成了我对它那个长焦的距离 比如说我当你400mm就是40cm那么长呢 这件事我又见不到它是不是有些放大的element在里面 不单止如果你要在300mm的情况之下 是保持着8光圈 而去到400mm的时候同时是8光圈 你的光圈叶是需要移动的 如果不是做不到的 在数据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Semons 和焦点的距离 要是和你那个 你要走8次的直径 即是光圈直径走8次 是等于Focal Link分 那300mm和400mm 怎可能大家都走8次呢 你要移动多少cm呢 你是差10cm 即是光圈叶会不会移动前了 不会的 我觉得这件事是匪夷所思的 你说我就信了 我真的不明白 但是大部分牌子的镜头已经是这样发展 最早我们在历史上 曾经都想争取这件事 例如我真的有支长焦镜 我真的想做短一点 那在物理上有没有办法呢 不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做反射镜 即是以前250mm、500mm 我们就会将距离缩短一半 用反射的物理方法 但是现在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呢 有没有一些达人可以回答我呢 其实单份年代 Canon 出过一个六圈的DO 就是你看到一级一级放大镜的效果 物理问题是有效果 短了 但是在Focal 镜里面来说 画面是比较差的 后来Canon 都没有继续做放弃了 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又想起 会不会一支镜是一支200mm 四光圈加2X 然后2X 已经融入了整支镜的设计里面 是一支全新设计的镜头 不是单单加2X 这么简单 但是就算是这样 它的光圈都不可能是 在开晋的时候不可能在400mm又是8 然后在300mm又是8 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这件事是我不明白的 可能我不懂微积分 我只懂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和我小时候理解的好像有些不同 所以我就想提出这个问题 看看有没有人回答我 我们没有数据的情况 但是讨论多一件事 就是第一代我当时用6G Mark II 都觉得已经是 咦 为什么这些数据很奇怪 一转机 然后原型变回直线 然后去到Sony 又是这样 zoom镜 一转机 又变回直线 其实很多东西 都写在相机里面 我们不需要知道 这个是用家的角度 我现在是求之欲 求真的角度去分析 就等于我和光学师傅开会 我想做一支75mm的镜头 我就说可不可以做得更短 那他就说不行 最短都要7点多cm 结论就是 你的Focal Link 费多少 你的镜头最短就是这么多 你想再短 不行 不行的 你已经是拿走了Andy 常常说的 法兰区黑洞了 你已经没有黑洞 你还不想做短 还教错 Leica 可以的 但是可以的原因 是因为它将整支镜头的后组 最后组的镜片 放在机身上 因为现在大部分镜头 都是最后的镜片 其实不会凸出来的 是的 但是以前很多Yngo的镜头 或者一些特别设计的镜片 它会将后组伸出来 很贴很贴 到飞银面 是的 这种设计 也是其中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你不能够 令到镜头短 比你所谓的Focal Link 是 大家猜都是这样猜 暂时来说 而且这支镜头 其实我只看照片 我觉得很棒 但是你想想都想到 因为它在锐度方面 都相当足够 我今天试了 用400 随便拍了几张照片 很铁 它变形又没有黑洞 但其实变形和黑洞 在物理上是必然很严重的 即是说 其实在光学设计永远是用平衡 在光学设计上 就是倾向锐度更多 然后变形和黑洞 你就不可考虑了 即是三个是不能够全部取得 但是这支镜头 就真的靠黑科技 我就觉得现在 Nikon 越来越Sony 这支镜头 作为用家 其实可以不想太多 只不过我们作为摄影爱好者 就真的想拿出来讨论一下 我就发觉 的确在200 300 400 都是在走白光圈 我就看不到它的光圈有任何 Combensation 的移动 当然啦 刚才说的 这张照片 如果你把整组镜头 往前移动的时候 相对它通过光圈 里面的角度 其实应该是不断的改变 它可以保持到八光圈 这个我都是黑人问号的 所以我是不明白的 但是 我提到一件事 当每个人都跟我说 这支镜头 不是暗龙的时候 但是我又看到 其实它的屏幕是很相似的 在不同焦距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 其实都是超出了大家以往的理解 因为平时就说 50mm最近对焦距离 就是5cm左右 400mm是应该40cm左右 但是大家要留意 每一段的最近对焦距离 都好像腾龙那样 70mm180mm是可以 当Marco镜这样用的 这支都一样可以的 我严重怀疑这支镜头 很多数据 用真实的光学数据去判断的话 肯定是全部都虚报的 我现在可以这样说 但是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近的对焦 都对到呢? 就是因为它真的不是一支长焦 它真的在里面 就是用了2X 所以才可以 是合乎光学的 只不过它真的不是白光圈 这件事大家要知道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跟大家说 但是 不影响它是一支抵卖的镜头 不影响它是一支 锐度很高 又方便的镜头 只不过现在的科技 大家已经将Focal Link光圈 这些数值 变成约定组成 变成一个商品化的数字 而我们忘记了它原本 究竟那个意义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比较可惜 再这样下去 遲些人便可以做一支 饼镜的50mm 其实没有的 不行的 是不是? 饼镜的200mm 有没有可能呢? 遲些都可以了 你现在这样可以的话 是啊 不断用Teleconverter的概念 在里面做放大对焦範围 然后不断拉近 你可以对焦距离 之后那支50mm 又可以拍摄 但是光圈 其实 意义已经不大了 是啊 只不过是因为CMONS的科技进步了 所以我们可以陪着眼睛 说它是二光圈 你说的 是啊 卖的1.2 1光圈那些 是不是真的? 它的效果是 只是放大了 伍sir最近在网上问这些问题 裁定了之后 它的景深是否一样 即是等于你用一张线 裁定了它 那景深是否一样 景深是一个客观的陈述 那是一样 但是主观的感觉就是 你确定了 景深就更浅了 这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只要确定 你就会觉得景深是浅的 所以光圈 你喜欢它多少 现在厂商说多少 我们相信多少 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学摄影 就不应该这样 不过我学完 我也觉得 可以和光学师傅开会 那时拿出来说 怎会不行呢? 你和我做支5cm的85mm镜头 怎会不行呢? 一定可以 可以试试